今天还是跟大家聊一聊农民朋友养老金的问题 最近有网友提问比较有代表性 他说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连年上涨 已经连续了17年 很多人从之前的不到2000块钱涨到了3000多块钱 而且每次的养老金调整上 对于高龄老人还有优待和倾斜 那么农民参保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有没有类似的待遇呢 每年也给涨养老金 而且高龄人员也享受优待吗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从2005年开始每一年都在定期的上涨 而且这个调整都是由国家来做主导的 按照往年的惯例 大约会在4月份左右国家公布方案以及调整的幅度 各地在拟定本地的方案 大约在5月底以前会报批本地的方案 一般在6月份左右会公布本地的调整方案 基本上7月份之前就能够落实到位了 这个是近年来一个大致的流程 可以说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金调整是全国性的 但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 这个参保缴费体系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个另外一个体系 那待遇领取调整机制等等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总体来说缴费不同 待遇也是不一样 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以及调整 基本上是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落实的 一般国家会有一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 各地也还会根据本地的情况有所调整 总体来说各地会定期的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具体什么时候调整 能够涨多少 那也是由各地市情况来确定的 至于网友提问的说 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涨不涨 这个当然也要看各地的具体安排和情况了 其实从2021年的调整来看 在年内至少已经有16个地区调整了本地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部分地区还在一年内调整了两次 那2022年相信也会有一些地区会根据本地的情况调整本地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只不过它不是一个全国的统一调整 像上海市 它的调整节奏就是连续几年 在调整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同时 也会给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待遇领取人员调整养老金 而且近期北京市也官宣了北京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 其中就提到了 在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基础上 要积极的落实国家的各项养老保险改革措施 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 以实现保值和增值 同时还提到了 要适度的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而且北京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就以北京将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为题目 解读了这份发展的规划 这条消息也给北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释放了一个利好的消息 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重点的跟大家说一说 那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当中 有一部分是65岁以上的人啊 有机会享受到这个高龄基础养老金的加发 此前就有一些地区已经落实了这件事 比如说浙江省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落实了 而最近呢 又有两个地区 像湖南的长沙和安徽的吴湖市也确定了 在2022年1月1号开始落实这项待遇 虽然这项待遇不是全国统一的 但是此前啊 在2018年的时候 国家就曾经呼吁有条件的地区去落实这项待遇 现在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给农民朋友 去加发这个高龄的基础养老金 也是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地区能够加发这个高龄基础养老金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好消息吧 最后如果您还有什么方面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